嗨嗨嗨嗨哩 我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一名DJ 每天早上八点钟 在电锅里都会听到我的声音 听麻辣一段 精箋抖手 神难怪 这个时候 是我带给听众欢乐的时候 也是我自己恩心ый次快乐的时候 辣椒粉这节目老老玩了 我特别爱听 没有办法 不听 滑着烤架不得劲 难受 妈妈咪啊 等着我 我来了 让我们要请下一位妈妈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我叫李波 我今年35岁 是一名广播电台的DJ 节目主持人 怪不得声音这么迷人 谢谢 那今天来到妈咪的舞台上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表演 说实话就是 今天有点紧张 要不然我为大家 直播一段我的节目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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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我们这一行吧 一年365天 都在直播间里 都在直播 但凡是超过10年以上功龄的 基本精神就都不大正常了 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疯了 为什么说我疯了呢 要是您听我的节目 您就知道了 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我的直播 我是说 我是说接下来 我要开始直播了 谢谢 声音机前的 我最最亲爱的听证朋友 接下来 带给您一段新闻 说四川宜宾机场 正式更名为五粮业机场 那么贵州茅台机场 也将在年底动工 朋友当时就疯了 不怎么的呢 机场就能叫个酒名呢 那要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以后我们要是去坐飞机 在登机之前 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了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了 想鼓掌就鼓吧 好嘞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了 有五粮业机场 前往二锅头国际机场的 旅客请注意了 您所乘坐的小糊涂间航班 已经到达本站 请您携带好自己的行李 到酒鬼登机口登机 请浪山行旅客 到红花廊口登机 请站上行旅客 到舍得口台北不后 不黄磊老师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疯了 你看 你也疯了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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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震惊 咱就问点实在的 像你这样的人才 你们的省台领导是怎么把你留住的 早该被人挖走了 我感觉 他也给我开工资 反正 小孩多大 15了 儿子 女儿 你女儿老公呢 我没有老公 我离婚了 你女儿15 挺幸福的 怎么就 上当受骗比较早 他倒是真乐观 其实我今天到这来就是想感谢我的助理 我家里我有一个助理 他是我闹钟 提醒我起床 然后晚上回家问我吃没有 我给你煮点面条 要不炒鸡蛋呢 或者是整火上肉啊 炖粉条子啥的 然后 助理还住你家里了 对 特别好 为什么非得叫他助理 不就不承认呢 不就是 我们都听了 大家都听了 就是 女儿 爱女儿 对 其实也是我想说的话 今天我之所以站到这儿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聊台的这个节目 这个平台的机会我很珍惜 在节目里呢 我是一个特别闹腾的小丫蛋 就是一个单身的未婚的小孩的形象 但是我一旦在这儿露了眼了 说自己是谁了 大家会觉得就是这边我是母亲 然后那边我是个小姑娘 鸡喳喳喳 觉得我人格分裂 可能这个节目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后来孩子就一天天大了 我就发现不行了 这个时候孩子就发现说 为什么你在微博里 还有朋友圈里 你的空间里 从来都没有我照片 而且也不提有我 然后有一次他就问我 说妈妈你是不是要了我特别后悔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现在能找一个特别好的对象 然后结婚 你现在收入什么都挺好的 你是不是没有我能过得更好 所以我站在这儿 我就是想对所有的人说 我的女儿特别优秀 我从来没有想隐藏过她 我有她 我非常开心 非常自豪 我爱她 那女儿又要不要来 来了 我妈也想看看 我妈也想爱她 叫助理生的呢 刚才就一直说 她说那个 我是我妈的助理 你跟你妈 目前为止的关系是什么 我跟我妈是姐妹关系 那您姐妹对你好吗 相当够意思 那你对她呢 也要够意思呀 她刚才在我身边的时候 就是说到很多场景 特别有画面感 回家以后 你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妈就是开门了之后 把包一撇 然后衣服啊什么都满地一扔 然后就往床上扑通就一倒 那一点家务活都不干吗 也不是不干 就是干得少 那平时都得你问 说妈你想吃点啥 她最爱吃你做的什么菜 红烧肉 我妈最爱吃我做红烧肉 是 她红烧肉其实是我教会的 教会以后我就再没做过 她们俩其实不用她给她做 她们俩这样挺有乐趣的 她这女儿也愿意照顾她妈 我们都决出来 是不是 你是不是愿意照顾你妈妈 我特别愿意照顾我妈 对 这好孩子 其实咱们俩这样挺和谐的 是 来来来 真是福气 一般我们都说 我们生了个孩子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 有人生出个妈来照顾自己的 所以说为了这份母女感情 专业就不用说了 在这口碳上再看到你 是我们的享受 也是我们的运气 祝你好运 谢谢 你妈妈的表演 非常好 因为我非常喜欢东北人 二人转的那些我非常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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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苏俊 今天其实最可贵的 先不要讲结果如何 首先是女儿得到的名分 女儿恭喜你啊 终于可以大大帮帮妈妈叫你女儿了 今天的表演我也非常的欣赏 恭喜你 好 谢谢 李波将来我觉得你还可以再跨界 我挺欢迎你将来可以有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做 就来做做舞台剧的表演 也希望你在舞台上再可以放出光芒 好 给你通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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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